对我来说最难忘怀的 都是在创这个节目里留下的 一共有两次 一次是在第一场公演 然后我们那会儿 就是抱着特别特别紧张的心情 然后在准备这场公演 然后结果推开门的那一瞬间 我就发现跟现在一样 都是创始人们都在下面 然后支持我们 然后拿着我们的名牌 然后鼓励我们 其实这个那一瞬间 其实心里面会特别特别的感动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是在这个节目出去之后 它是个限定团 它有一天它会结束 所以我们也是在结束的那天 开了一场解散演唱会 然后在那个解散演唱会 就是结束了之后 大家真的就是面临告别了 所以我会觉得有始有终 就是让大家要珍惜身边的时光 所以就是不负好时光 少年呢 欣赏 少年 我觉得 跟我们一会儿要演的这歌有点关系 就是具有冒险精神的 对 啊 对 打歌了 该打歌了 打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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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歌